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這個 Red Black Twin 紅黑樹的這個 怎麼樣的音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範例 現在我們給他的符號 我們給他符號就是假設 現在要新加進去的這個點叫U 新加進去這個點叫U 這時候我們點的符號叫U 那U的上方那個 是Parent or U 這叫PU 然後他這個上方的上方那個 叫做Great Parent 他的主符號叫做U 那這個加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每一個點加進去 都要給他編號是紅色或黑色 你去給他編號 那我們這個加進去的新的點 我們一律給他紅色 所以現在新加進去的點 我們一律給他紅色 那如果是你這個加進去的時候 你的Parent or PU PU如果是紅色的話 那就產生問題 如果PU是黑色的 那視頻就沒有發生了 就結束了 那你這個PU的這個 U的這個下方 這一定是黑色的喔 你的這個紅色的下方 那就是黑色的不會有問題 好就是你加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有產生這個狀況的話 我們怎麼辦 那所謂產生狀況就是 我們不可以喔 不可以有量性 連續兩個紅色的 這是不可以 那如果你加進去的時候 有產生這個 連續兩個紅色的 那我們就要處理 處理方式是這樣的喔 第一個方式 改變顏色 第二個方式 Location 旋轉 這是我們的兩個方式 一個是改變顏色 一個是Location 好 所以呢 我們剛剛看了齁 就是 你現在加進去的 這個是 U 然後呢 現在有一個叫PU 好再下來 我們一共有八種情況 好 那比剛剛的這個AVL系 複雜 你跟我八種情況 那我們現在這個 LLV 還有LLR 這什麼意思欸 就是 你加進去的前面這個兩個碼 代表你加進去的位置 左邊的左邊 好 所以你是Left 再來Left 這個範例就是Left Left 左邊的左邊 再過來另外第三個編號 這個V 代表V V代表Black 代表黑色的 R代表紅色 Red 這個V內 或者R指的是什麼地方 指的是你的這個 你的Paint的兄弟 這個喔 這個D 這個D是你的Paint的兄弟 這個Paint的兄弟呢 就是你的ZU的另外一個小孩 ZU的另外一個小孩 D 它到底是黑色的 還是紅色的 分成兩個情況 所以這個LLV 或者LLR 就分成兩個情況 看你的D是黑色的還是紅色的 那另外情況就是 跟上面類似的就是 LR 就是先左邊再右邊 LR是先左邊再右邊 那一樣喔 看你的ZU的另外一個小孩 是紅色還是黑色 是V還是R V是Black R是紅色 那LRB就是 先右邊再右邊 這個另外一個小孩是黑色的 這個呢 先右邊再右邊 另外一個小孩是紅色的 然後這是 先右邊再左邊 另外一個小孩是黑色的 先右邊再左邊 另外一個小孩是紅色的 所以就變成有八種情況 那這八種情況喔 他們所需要的 這個Operation 基本上分成兩大種類 第一大種類就是 改變顏色的 各位可以看到喔 後面以R為結束的 後面以R為結束的 你的 你的Grant Parent的另外一個小孩是紅色的 那另外一個小孩是紅色的話 在這個地方 我們採用的方式就是 改變顏色 就像這個翻譯喔 這個是 LLR 是LLR 那這個呢 我們就採用的方式就是 改變顏色 那怎麼改變顏色 連續兩個是紅色的 那我就把這個變成黑色 這個變成紅色 就像這樣 這個變成黑色 這個變成紅色 那要特別注意喔 右邊這個D也從紅色變成黑色喔 這個也從紅色變成黑色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從這個 從這個喔 這個DU的上方這個點 往下看 他看到這裡的圍 看到這裡的時候啊 他看到的是一個黑色的 每一條路的黑色點 就一樣多好 所以你這裡往上 從這裡喔 從這裡往下看 看下來 看到這裡 他看到一個黑色的點 看這一條路過來 他也是看到一個黑色的點 黑色的點 是一樣多的喔 那現在呢 你把這個DU把它改成紅色的 這個改成紅色的 所以你從這邊往下看 黑色點是一個 從這邊往下看 這個也是黑色點 也是一個 所以你必須把這個DU改成黑色才行 你如果改成黑色的話 那你這個 不但是有兩個 連續的紅色的 而且黑色的點好 不停了 齁 因為從這邊往下看 黑色一個 從這邊往下看 左邊有一個黑色 右邊也要一個黑色 所以就是必須把這個紅色改成黑色 所以就是改變顏色 那改變顏色之後呢 現在問題就變成這個問題 看這個顏色到底對了沒有 如果這個往上看 看到這個是紅色的 那可能這個上面 原來是紅色喔 因為原來這邊是黑色 上面是紅色沒問題 現在呢 你換顏色之後呢 你這個可能 原來是這個 這個是紅色的 這個上面這個 可能也是紅色的 那這個有問題怎麼辦 那就是 我們這邊寫的齁 把UPU還有PU呢 Move up 兩個level 就把這個 當成新的U 因為這邊有問題吧 這個當成新的U 上面這個當成新的PU 再跟上面當成新的GU 就是你來 發出問題在這邊 現在可能發出問題 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就上下移動兩層 到這邊來 那到這邊來之後呢 那到這邊來之後呢 你又會 產生在剛剛我們講的 八種情況之一 那我們就用八種情況之一 來把它克服掉 好 所以這個是 這邊的演算法 就是 假設你需要 rebalance的話 那你就繼續做 好 好 最後就是這個rv2 rv2 就是什麼 就是不能連續 兩個紅色的 如果 這個問題已經消除了 那就沒問題 就結束了 然後再下來 如果你這個GU 已經到了root 打個比喻 這個上方這個是root 那它是紅色 那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紅色 看成黑色就好了 因為root一律是黑色的 root一律是黑色的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 最上方這個root 把它紅色變成黑色 就結束了 那rv2 有問題 我們就繼續看看 要改顏色 還是要怎麼黑色 就是八種情況之一 好 這個比他這個是 結尾是r的 這個第二種情況 第二種大的總類是 結尾是b的 結尾是b的話 這個b 這個是黑色的 像這個是左邊的左邊 但是呢 你的GU的另外一個小孩 這個是黑色的 那這個是黑色的 這種情況 在這裡就是做一下 rotation LLV 它是需要做rotation 這個rotation方式 跟我們前面的 AVL3的LLrotation 是一樣的 AVL3的LLrotation 我們這個可能有些 你都忘記了 我們再看一下 AVL3的LLrotation 是這個 這個叫AVL3的LLrotation 它事實上做的是 rotation 那我們用這個LL 代表它的這個 印射的位置 代表LL 它實際上呢 真正的動作 是rotation 就是AVL3的LL 好 所以 這個就是 這裡向右旋轉 這個D 這個GU下來 Y就上去了 Y上去 Z就下來了 就像這樣 好 那我們也要檢驗一下 那你從這個 這個 這個GU的這個 這個Farer 這個Parent的往下看 它往這邊看喔 它往這邊看喔 看到一個黑色的 看到一個黑色的 下面的部分本來 有黑色還是有紅色的 不知道 但是你 你從這邊往下看 就是看到一個這個黑色的 然後從這裡往下看 也是看到一個黑色的 也是看到一個黑色的 那D它本來就是黑色的 你這邊D還是黑色的 所以 你原來就是 加硬率之後呢 你這一 這個地方 你心中跳這個部分喔 你的黑色的點一個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的黑色的點還是一個 所以 這個情況的話 我們就Balance 就結束了 OK啦 再來第二種情況是 LRV 是像這個喔 在左邊的右邊 左邊的右邊 然後呢 這個你的 ZU的另外一個小孩 D是黑色的喔 Black V是這個黑色的 那這個呢 就跟我們的 LR Oops 這個AVL switch 一樣 好 那這個經過旋轉之後呢 就長得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這個其實就是先把這個 Y啊 向左邊旋轉 這個X為路者向左邊旋轉 轉之後再把這個Y 以Z為路者向右旋轉 就知道這個 那這個情況也是一樣喔 你看這一段 從上往下看看到一個黑色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喔 從上往下看看到一個黑色 所以這個情況就結束了 這個就是沒有連續兩天 兩天 兩個紅色的蛋就會結束 那另外這個 RRB 還有RLB 狀況跟這個一樣喔 這個我們講這個Symmetric 就是 LLB 還有RRB 這兩個 情況是類似的 Symmetric是對稱的 全部類似的 還有一個是LRB 跟這邊的RLB 也是情況是類似的 也是Symmetric 好 再下來我們就實際來看一下這個 搞一下這個範例喔 假設我們現在要把這一堆資料 一個一個慢慢加進去 記得啊 我們加進去的方式都是 mine is the stream 放進去的時候 小的不大放在左邊 大的放在右邊 那第一步呢 這個50放進去 一個在這裡 再過來死放進去 所以死放進去在50的左邊 在這裡 新加進去這個是紅色的 那這個是死 再過來 再加一個80進來 80在50的右邊 在這裡 它是紅色的 新加進去的點是紅色的 再下來 90要加進去喔 在50的右邊 在80的右邊 這個是90加進去 這是紅色的 但是現在連續兩個紅色的 有問題 那我們就要看 那這個連續兩個紅色的 它是哪一種情況 它的情況叫什麼 RRR這種情況 它是右邊的右邊 而且呢 它的EU的另外一個小孩 紅色的 所以要透用那個RRR的公式 那RRR的公式呢 如果你結尾是紅色的話 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什麼 改變顏色 跟黃色是改變顏色 所以 這個地方我們要改變顏色 就是把這個80跟50這個顏色 要對掉 這個顏色要對掉 然後D這個顏色要對掉 跟它對掉 就變成這樣 就是這個 換成黑色的 這個換成黑色的 就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情況 然後再下來 再往上看 欸 剛剛 改變顏色之後呢 這兩層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個桶有問題 我們來往上看 這個正常是root 那它既然是root 就非常簡單 就把紅色直接變成黑色 我們的非者是 root一定是黑色的 那你 這邊是root 你就把它變成黑色 那OK 那就這個就沒問題了 那這邊寫一個是RV1 RV1就是什麼 就是root必須是黑色的 那你這個root不是黑色的 所以把它變成黑色 再來我們再把70加 加進來 那70加加在這裡 它是50的右邊 80的左邊 70 再來把60加進來 60加的位置是 50的右邊 80的左邊 70的左邊 這個 60 那剛進來的時候 是紅色的 那這個你就要去看看 它是哪一種形態 這是左邊的左邊 然後呢 同時呢 你的GEU的另外一個小孩 這個D 另外一個小孩 是紅色的 所以它就符合哪一種情況呢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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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尾是紅色 這個結尾是紅色的 我們就要改顏色 所以呢 你就先把這兩個顏色對調 這兩個顏色對調 就變成這樣子 80 然後這兩個是黑色的 你看這兩個是紅色的 就是變黑色的 好 那到這邊為止 OK了 沒有連續兩個紅色的 但是這個情況就OK了 再來下一個 我們把65放進來 那65都會在這裡 好 現在我們看到 兩個連續的紅色的有問題 那你要解析一下 那這兩個連續的紅色 它是屬於什麼情況 左邊的右邊 屬於Lap的Right 然後它的這個 另外一個小孩 黑色的 所以它是V 那是這種情況的話 V結尾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要做什麼 做Location 那這個要做L 把它做Location 那旋轉之後呢 是這樣一個情況 旋轉之後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先把65跟60 這個向左旋轉 然後再把65再轉上去 之後就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之後呢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62加進來 62會在這裡 那加進來之後呢 你的問題在怎麼加這個 L R 所以是L R 然後你的右邊這個 D是什麼 是R 所以L R R 那 根據我們剛剛的講法 你的最後一個是R的話 讓它改顏色 改顏色的方法就是 你讓這兩個是黑色的 這個是變成紅色的 就是 這兩個改顏色 那你改掉了 這兩個是黑色的 這個是紅色的 那改完之後呢 變成它這個新的這個 這個 這個Evo這個點有問題 因為它是變成兩個連續的紅色 變成它這邊有問題 所以再繼續 在這個部分再把它調整一下 來 好 那這個部分怎麼調整呢 這個部分就靠著什麼東西 就是右邊的左邊 所以是RL 然後這個右邊的左邊的 這個D號 ZU的D是黑色的 是RLV V是結尾的話 它就要做什麼 RL的location 所以這裡要做RL 就是你要先在這邊 先做一下這個 這個六速跟八速 先做一下向右旋轉 把六速放上來 然後在這邊再向右旋轉 算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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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詳細的話 各位要回去要看一下 這是向右旋轉 在向左旋轉 這個要做 那這個的話就做完了 好 以上就是這個 銅黑數 再下來 準備介紹第三種 那第三種呢 就比剛剛那個 就 稍微 也不用說複雜 但是觀念書不太一樣 這個叫做 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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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e 寫一張 寫一張樹 好 這個Spray tree 一樣它當然是misei tree 一樣 那我們前面所介紹的兩個tree 一個叫Area tree Area tree就是兩點 你都要存 你的左右的高度差 所以那個左右的高度差 所以那個左右的高度差 它就什麼 叫bans factor 你要存左右的高度差 在紅黑數裡面 我就要存這個點是紅色還是黑色 所以 你就是每一個點 要額外存一些資料在上面 再過來 我們的這個Spray tree 這個方法就是 不要存任何的 bans 不存 不存那些東西 然後 同時的目標也是一樣 希望你的這個 insertion search 還有delusion 都是order 都可以怎麼做 一樣的這個概念 好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準備介紹這個Spray tree 這個Spray tree呢 有兩個變形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是 有兩個情況 就是 button up 就是top down button up 就是由下往上 button就是底部號 按不是上面 由下往上 第二種情況是top down 由上往下 好 那這裡這個 先講這個 button up Spray tree 那 就是 假設發生 不能說 就是 我們每一次要 作為insert 或search 或delete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一些 Spray information Spray to operation 那這個最重要在這裡 這一個 這個Spray tree 跟剛剛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你新增加的這一個 或者是 剛剛被搜尋到的這一個 這個 這個 它這個 這個Spray node的這個點 會變成新的路途 你剛加進去的這個 或者 你被搜尋的這個點 你會變成新的路途 這個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我們在 電腦裡面 經常有一個現象 叫做locality locality 可以翻譯什麼中文叫做區域性 或者要局部性 什麼意思 咧 就是你這個資料 今天被搜尋一次 明天還要被搜尋 這個叫locality 就是區域性 我們在寫proven的時候 經常有這種現象 什麼現象 你寫一個loop 就是 i等於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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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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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各位看一看 這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把orail的值 把它相加在一起的一個 一個匯符率 一個proven time等於1的時候 這個S的這個資料 又要拿來用 很快的 這個J 這個做完之後呢 下一個loop loop完畢之後 下一次呢 這個S的值又要被拿來用 所以那個資料啊 在S這個地方 在最近常常會從不被取用 取用 這個叫locality的現象 從不被取用 就是locality的現象 就是那個資料啊 一旦被縮寫了 下一次就經常會走他 這種現象叫locality 那 各位 我們現在 利用這個locality這個現象 這個概念 就是你們 你在Google的時候 會有記憶一下 我的罪案 你現在 為什麼需要把這個 額最要把他記下來 因為如果認為 你現在搜尋這個網頁 你去看這個網頁 你即將啊 未來很快還在看這個網頁 所以把他把他記下來 這個叫locality的現象 好 所以locality 運用到我們的資料結構裡面來 好 也是一樣啊 各位要不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要把這個x啊 把它變成root 最重要就是要解決這個 濃添的這個問題 就是 你現在搜尋的這個x啊 下一次很可能還要再搜尋它 那你放在root 很快就被找到了 root是最上面的 發的時間是最少 如果你在lick node的話 你發的時間很多 所以我們就要把 這個你被搜尋的這個點啊 把它放到root 等一下要搜尋就很快了 所以這個目的啊 不但是它要維持一個 去的情況 還要把 最近被搜尋的 把它放到root 這個目的是locality 好 那這個 spread 這個operation 基本上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在這裡就是 這個 Q是這個 這個spread的點 那P是它的這個parent 那 你怎麼樣把它 慢慢把它搬移到 我們的圖殼的地方 非常簡單的概念 因為你想辦法把它上升 把這個點上升就對了 那如果說你這個P啊 這個 這個P是你的 parent 那 如果它沒有 GP 沒有DP 像這個的話它沒有GP 這個就是路者啦 它已經到到點沒有EP 那這個就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這兩個點全轉一下 就變成這樣 它就變成不可 因為你沒有上面的點啊 轉你才就可以了 sing or rotating就可以了 除了之外 它一樣 有 有 這樣的這個 四種情況 LLRR LR RL 這個符號跟前面符號一樣 左邊的左邊 右邊的右邊 然後先左邊再右邊 然後先右邊再左邊 那這些狀況呢 都是需要有貼取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需要的rotation像這個啊 如果你被收起來的點是這個 那因為啊 我們需要把它變root 就是慢慢的把網上打 所以這個是 RR 右邊的右邊 那你要是做一個RR的rotation 這個RR跟前面的RRRrotation不一樣 其實它rotation之後就變成這個 那rotation的重要概念喔 就是in order sequence要一樣 in order sequence是不能改的喔 這要記得喔 所以 這個RR之後呢 你去把它轉一下 這個感覺它就是整體把它往上轉 但是做完之後 你要記得 那個in order sequence是不能改的 所以這個就上來 感覺上就整個把它這樣往上轉上來 好 那所以轉上來之後啊 你可以看到 這個A下一個是GP GP下一個是V 這個V的下一個是P 這個V的下一個是P P的下一個呢 是C P的下一個是C 然後C的下一個是X S的下一個是B 所以呢 你的in order sequence是沒有改的 所以這個就直接這樣把它轉上來 把F放上去 那如果你是RLA 那如果你是RLA 右邊的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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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樣喔 它就是要把這個 做旋轉 想辦法把它轉上去 那轉上去之後也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那 那 也一樣喔 你就看看你的這個in order的數據喔 這個A再過來是GP A再過來是GP 然後再過來GP的下一個是B V的下一個是D V的下一個是X V的下一個是X X的下一個是C X的下一個是C C的下一個是P P的右邊這個是D 所以他們的in order sequence是一樣的 好 好 那我們把這個方例看一下喔 現在假設 這個去一開始長這樣子 這個5啊 可能是最近剛剛被搜尋到的 或者是我們映射進去 或者這個叫做多雕塑 那這個5就是在這裡 那你如果是新加進去的點的話 它必然在那個node 因為就是這樣這個 5要是放在哪裡 在1的右邊 9的左邊 8的左邊 2的右邊 然後左邊 左邊 右邊 就在這裡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把我們把它變成不同 記得這個spread 就是要把這個新增加的這個 要把它變成不同 那我們每次就往上看兩間 看它的地位是什麼情況 這是RR的情況 RR的情況 那這個是RR的情況 我們就直接做旋轉 把它轉上來 就變成這個 直接把它轉上來 所以就是直接轉了 就變成這個情況 那到了這個情況之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它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它現在的情況是左邊的左邊 所以它是LL的情況 那LL的情況的話 那LL的情況的話 就跟立剛的這個想法 你也是要齁 做一下rotation 做LL的rotation 做LL的rotation 好 這個做完之後呢 就變成這個 這個做完之後 你就是把這個6跟7啊 這個6跟7啊 把它掉到我們的右邊 就變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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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就是什麼 這個是LR嗎 組在這裡 但是左邊的右邊 所以你要做LR的rotation 那做完之後呢 就變成這個 那這個我們也可以檢驗一下 在這個還沒有做之前啊 這個整個tree啊 右邊比較大 左邊比較小 都是滿足這個特性的 做完之後你能來 還要保持這個特性啊 我們的左邊比較小 右邊比較大 二的右邊比較大 八的左邊比較小 這個特性都是滿足的啊 所以 你只要 你現在要做這個rotation 那你就想到齁 做完之後咧 要記得 INALL的Sequence是分改的 所以他 這個做完之前 做之前 他是一個mine search 做完之後 他當然是mine search 就這樣一個情況 好 再過來 最後一步了齁 最後一步就是 你這個是 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再把它 再把這個部分 這個是 右邊的左邊是RL 是RL的情況 那這邊再做一下旋轉 就得到這個 那當然你最後還是可以檢驗一下 五的左邊通筆 五的右邊通筆 麻煩 所以他們還是一個mine search 所以在整個執行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是一個mine search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咧 我們就把最下面剛剛的五啊 直接把它慢慢的一步一步 翻到這個路頭 那這個 剛剛講過了 這個目的就是因為 這個所謂的KaP 就是下一次五 總會被搜尋的機率 是很大的 那我們把它放在路頭的話 很快就可以搜尋到它 好 這個就是 我們的這個Spraytree的 第一種樣態齁 就是由下而上 慢慢的把這個五馬往上搬 搬到非常紅的路頭 這個大概等一下要做 膠解畢件的調查 所以我們今天的課 我們到這裡齁 那 雖然我們等一下齁 雖然我們這個 第十章的課 下面還有一個方法 還沒有講 但是咧 下一個方法 下一個方法 不會做下禮拜的小法的題目 所以 表示什麼意思 下禮拜我們要小法 第十章 下禮拜小法第十章 有一個方法 下禮拜 三 咧 下禮拜